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不再是千篇于律的古装 服装是根据人物所处不同时期 不同心理改变配色 用色大胆又不显突兀 能完美显示各角色的性格样貌 其实从道具的一些细节 能够看出剧组并不富裕 网上也有很多调侃剧组穷的话语 但是服装就能够看出剧组的认真态度 钱花在刀刃上 细节精致绝不敷衍 二配乐完美切合剧情 让人产生深深的共鸣 无论是主角互为知己敞开心扉 所配的无题 还是35集大会让人心碎的圆灭 亦或是由两位主演所演唱的天涯客 从曲调到歌词都能够将观众带入其中 获得沉浸式观影体验 三整个剧组都是认真的演员 无论是主演还是配角都是有演技的演员 能将人带入情景之中 花絮没有各特效的加持也能够让人入戏 可见演技确实不错 且这部戏有很多眼熟知名的老演员 后续从制片人的采访中得知 这种制片人去各剧组刷脸请来的演员 也是很不容易的 四剧情完整经得起推销 看完整部剧能发现深河令剧情完整 逻辑通畅 贯穿整部剧的线索最终都能够破解 埋下的伏笔后续一一照应 台词更是有良多前后对应 有网友戏称编剧上辈子莫不是个原规吧 各类二创衍生作品的宣传 在其他视频网站上能够看到很多相关的剪辑视频 有之前便有的二创类剧情视频 也有这部剧相关的reaction 跟着各位up主在看一遍深河令 看他们第一次的反应 仿佛就是在和自己朋友一起看 看着他们经历过自己经历过的心如历程 分享自己的心得喜悦 是让人放不下这部剧的原因之一 演唱会的圆满举行 在5月初 深河令在苏州举办了两场演唱会 有剧中歌曲的演唱有名场面还原 还有现场观众票选的小游戏 原唱歌手让观众们享受视听盛演 名场面还让未出戏的观众们圆梦 相信所有看完山河令的观众 都对35期印象深刻 而演唱会算圆了大家的一场梦 给了湘宁一个完美的结局 让人相信在平行时空 他们一定好好地生活着 开个甜品铺子 开了个胭脂铺子 剧组氛围极好 关系很融洽 无论是剧中花絮 还是演唱会花絮 都不能看出整个剧组的氛围很好 大家相互调侃 关系都很好 剧里剧外相互照顾 让观众忍不住直呼 全剧组打包二搭吧